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为这两个就长一个样 然后很推荐这个这样这个牌子的这个洗发露非常好用 然后在加拿大的shoppers就有卖 而且不贵打折的时候 我建议你们去沃尔玛买 沃尔玛比shoppers要便宜 沃尔玛好像9块多钱 然后有的时候shoppers打折才会打9块多钱 然后有的时候是14块或者是17块 如果我没有记错 好就这个非常非常好用 推荐你们用 如果你们的头发是跟我一样比较毛躁的话 我很推荐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头发我都没有夹 因为我是蛮懒的人不喜欢夹头发 然后头发其实蛮顺滑的 为什么顺滑呢 就是用这个洗发露 觉得特别好用这个洗发露 然后你们就那个洗发露跟护发素一起买 但唯一这个东西有点缺点就是 它为什么不设计一个泵头的呀 它要这种挤的这种 这种挤的这个长得还蛮好看的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你挤的话要挤很久很久 才能给它挤出来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小不方便的点 但是其他的都是特别好的 好 接下来呢是一个定妆喷雾 是我超级喜欢的一个定妆喷雾 是这个Urban Decay他们家这个定妆喷雾 就有的时候不太想上粉底嘛 因为我本来是一个特别干的皮肤 如果上粉饼或者是上那些散粉的话 就有的时候会让我的皮肤更干 如果在我皮肤特别不稳定的情况下 然后呢我就会用这个Urban Decay他们家的这个喷雾 去喷一下我的脸 然后它的持妆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同样它也不会让我的皮肤拔干呀或什么情况 所以我很喜欢这一支 我一月份就是皮肤很干燥嘛 我一直都在用这一支定妆喷雾 但是唯一这个定妆喷雾的一个缺点 就是特别特别臭 如果你就不太喜欢味道的人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估计会不太喜欢 就我就不是 我呢就是一个很不喜欢味道的人 就每次用它呃呃臭口水味 聚臭的一个味道 但是它效果还蛮好用的 就可以原谅它 为什么很多好用的东西都那么臭呢 这是为什么 盘这个定妆的能力还是蛮强的 你们可以去买这样小小的一支试一试 它好像还有更大的 你们可以买小小的这一支试一试 如果你就是冬天不太想擦散粉呀 或者定妆粉的情况下 你可以去试一下这个定妆喷雾 很好用 就是很持妆 但是很臭很臭 非常非常的臭 接下来呢是一个Sundee Really 他们家这个Vitamin C的这个精华 就是我那个Lame的精华用完了 然后我就在用这个精华 我觉得这个精华我很喜欢呀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擦脸 它是一个美白精华 但是美白的效果我没有看到 但是我就觉得它使用感蛮好 作为一个精华 你们可以看非常的水润 很好推开 然后它的味道 因为我一直以为Sundee Really的东西都很臭呢 然后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 然后我觉得 不错啊 我很喜欢这个精华 我觉得它拍上去非常好吸收的同时呢 然后它就是味道很好闻 就一个很治愈的一个感觉 然后就是白天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护肤 就用这个精华 我最近都在用它 美宝莲成衣GG Collection的这个眼影盘 这个争议蛮大的 有的人说好用 有的人说不好用 但是我很喜欢它 为什么喜欢它呢 因为我是一个蛮不会画眼影的人 而且我眼睛自身比较肿 然后眼睛比较小 我就不能画这种 在这个眼窝这边 要不然我的眼睛就会更肿 所以说我平常就只会在眼皮里面 做一些眼影 然后这个眼影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适合我 首先呢 就是它的那个粉质非常的细 我很喜欢那种粉质特别特别细的眼影 我觉得粉质特别细的眼影 在我的眼睛上 就会呈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然后同样呢 它也是蛮显色的 它的眼影呢 质地就是那种 非常非常creamy的那种质地 然后蛮显色的 同样一点粉都不会飞啊 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 就是不是很会画眼妆的人呢 我很推荐这一盘 我觉得这一盘 首先它的颜色 配色都很好看 有这个卧蚕色 然后也有这个打底色 还有这个体亮色 我觉得都蛮好看 然后它在手上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粉质很细 然后它亮片亮的 就是美宝莲 他们家粉那个 那个眼影 一挂的那种亮片风格 就不会很亮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 都蛮好看的 然后它在眼睛上 呈现的是一个 非常自然的效果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眼影 然后我觉得很适合新手画的 或者是你跟我一样 如果你不太 就是适合画那种 很浮夸的眼影的话 你们可以去试试这盘 我觉得非常好用 然后它的packaging 也很可爱 然后上面还有Gigi的签名 我蛮喜欢Gigi的 我觉得它蛮漂亮的 接下来呢 就是ZUIWA 他们家的眼影盘 就是这个南瓜盘 然后这一盘我也蛮喜欢的 主要是我喜欢 这个里面的颜色 我觉得都超级超级好看 但这个眼影呢 就是具显色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就我还是比较推荐 这一盘 就这个美宝莲的这一盘 这一盘就粉质非常的细嘛 然后你也不怕出错 就你即使画错了一点都OK 但是如果你这个 就是稍微画错了 或画的怎么样 你不满意的话 就蛮难改的 这一盘就适合那种 比较熟练的人吧 我比较喜欢的呢 就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还有这两个颜色 我觉得都非常好看 然后给你们试色一下 这个颜色就特别特别显色 然后呢 这就是这个试色 给你们看 就你们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的显色 然后我觉得这个眼影 就是显色爆表啊 如果你非常会画眼影的话 我觉得入这一盘 是蛮值得的 因为它可以搭配出 很多好看的妆容 下来呢 是两支这个 NYX他们家唇膏 这两支 NYX他们家唇膏 我也超级喜欢 一个是跟那个 Cavante Double Deal 很像的一个豆沙色 我现在给你们在手上试下色 我觉得NYX他们家 这种样子的 Matte的这种唇膏 我觉得都非常好用耶 又便宜又好用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 这个就长这个样子 是一个非常好看的 一个玫瑰色 我觉得很好看 它擦在嘴巴上 就特别显白 显气色的一个唇膏 然后我觉得很好看 同样也非常自然 所以说你们可以去选一下 这个颜色是19号 我会打在下面 好 接下来呢 又是一支 是NYX他们家 32号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你别看这个package 是蛮暗的那种颜色 蛮暗的这种棕色嘛 但它擦在嘴巴上 非常非常好看 我现在给你们擦在嘴 就是擦在那个手上看一下 它稍微有一点点 这种偏紫调的 紫棕色的一个唇膏 但它擦在嘴巴上 是非常好看的一个颜色 到时候我可以给你们试色 看一下 反正这两支颜色 都是我一月份非常喜欢的 然后同样这个NYX唇膏 我觉得性价比很高 所以我很推荐给你们 好 接下来呢 是CPV他们家一个防晒 这个防晒呢 是我有12月份买的 我12月份年度最爱里面 我没有分享过那个防晒 是因为我不太喜欢擦防晒 同时呢 我也没 我手头上没有一个防晒 让我就是可以去登上 我的那个12月 就是年度最爱嘛 我就没有推荐防晒 然后直到我发现 这一款防晒以后 我很喜欢这个CPV 他们家这个防晒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干皮 我觉得如果你是油皮的话 你不会喜欢 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我觉得这个真的效果蛮好的 它就是很好推开 然后也蛮保湿的一个感觉 那个润色效果不会很重 然后它非常的滋润 很好推开 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我们干皮 就不会让我们后续的 那个底妆卡纹呀什么样 然后这个防晒的使用感也很好 我觉得涂防晒就是 一个逼着自己做的事情 因为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涂防晒 但是为了就是不长斑嘛 就涂防晒 然后这个防晒是一个 蛮享受的防晒 不会让人觉得搓泥呀 或怎么样都不会的 这个防晒虽然很保湿 但是不会搓泥 所以说我很推荐给干皮 我觉得油皮有可能有点太滋润了 但干皮真的蛮适合这个防晒的 好接下来最后一个跟彩妆有关的呢 就是香奈尔他们家这个粉霜 这个粉霜我已经做过实测了 就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看我那个影片 然后我有做过很详细的 关于它的介绍 然后这里我就说的 就重复再说一下的 就是我一月份很喜欢用它 然后觉得它真的是妆感特别好 然后特别适合干皮 然后使用感也好 里面有那种美容成分嘛 我觉得使用感不错 然后它蛮贵的 我觉得它值得这个价钱 就是它真的是值得这个价钱 我平常就是不会 就是那种花很大手笔的 去买一个底妆 我觉得有点太奢侈了 但是因为我手上的底妆 现在真的是都满足不了我了 以后呢我就做功课 然后我就选了这个粉霜 我觉得这个粉霜真的很好看 它主要是特别奶油肌 就觉得你的皮肤特别好用了它以后 然后很适合干皮冬天用 如果夏天我觉得有点太heavy了 如果你冬天用这个粉霜 如果你是干皮 然后你一定会很喜欢这个粉霜的 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毛病 除了唯一小毛病 就遮瑕能力不行 但咱们可以后续遮瑕那个遮瑕膏嘛 同样它脱妆了以后 它的那个沉浸的感觉 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感觉的 然后也是很保湿 就是擦在脸上水 就蛮有水分感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粉霜我很喜欢 接下来呢就是沐浴油 我要推荐一款这个沐浴油 是欧书丹他们家这个沐浴油 你们可以看我已经快用完了 这个沐浴油我真的太喜欢了 就如果你跟我一样 皮肤也很干燥的话 然后你冬天就拿它洗澡了 你就不会特别干燥 然后它这种油你看 也不是特别腻的那种油 如果你们说用油洗澡 你们会不会想象 就是非常腻的那种感觉 它一点都不腻 它溶入水 溶入的非常快 然后非常的保湿 用完以后 有可能我们平常用普通的那种沐浴液的话 我们就要马上去擦那种身体乳嘛 但是用它以后 我觉得是你可以隔一天擦一次身体乳 因为它有那个保湿的那个感觉 在里面就不用天天擦身体乳 擦身体乳在身上也不是很舒服嘛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沐浴油 我真的很喜欢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很保湿 然后可以省去我 经常擦那个身体油的那种烦恼嘛 然后这个油真的很保湿 冬天必备了 我觉得冬天特别好 然后它也不是那种特别heavy的油 所以说如果你们就是身体蛮干燥 经常养养养的话 你们可以去试一试这个 欧树丹他们家这个沐浴油 超好用 然后我一定会回购 然后一定会同货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太好用了 接下来呢 我要给你们推荐的 就是这个插碳这个奶茶包 然后我觉得很好喝 就在加拿大的宝宝们 应该都知道插碳这个牌子嘛 就是特别好喝的奶茶 然后呢 这个我就买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插碳嘛 我就买了这种奶茶包 是在Alasso上买的 我觉得特别喜欢这个奶茶 我觉得特别好喝 然后你们可以去找一找 这个奶茶包 我觉得喝起来很方便 它唯一的就是一点 就是没有珍珠果 如果有珍珠果的话就更好了 然后它就那种蛮好喝的奶茶 如果你比较喜欢喝甜味 稍微重一点的话 你们就再加点糖 但我觉得 我有的时候会 就是直接喝 然后有的时候会再加点糖喝 就看我那天的那个口味吧 然后这个真的 我很喜欢这个奶茶 就非常香浓的奶茶 很好喝 就跟插碳那个 就跟插碳店里面卖的 就稍微比插碳店里面卖的要淡一点点 然后味道蛮好的 算是在家里可以解馋的一个东西了 接下来呢 是这个凤梨酥 这个凤梨酥我也超级超级喜欢 是我在大统华买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不太喜欢 攻气过去了 烦死了 吵死了 好 如果你跟我一样不太喜欢那种 比较甜的甜品的话 我很推荐这个凤梨酥 我觉得这个凤梨酥 它是一点都不甜的 然后味道特别好 我先拿一个给你们吃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凤梨酥就是我平常不太喜欢吃甜的东西 但有的时候饭后嘛 就吃点咸的又想吃点甜的 然后我就会拿这个当我的饭后甜点 然后它不是很那个 不是很甜 打开呢 就这样的一个包装 我觉得蛮好吃的 然后它烤的这个 这个小饼 就烤的这个外面这个也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香浓 好 最后我要跟你们分享呢 是一个保健品 就是这个蔓越莓的这个胶囊 这个东西我就是一月份一直在吃 我觉得 就是效果这种东西 因为这种 是里面嘛 身体里面的就看不太出来 但我总觉得 这样我觉得是蛮好的 就是这个蔓越莓吃的效果是蛮好的 然后我每一月份一直在吃 我蛮喜欢的 然后它有很多功效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就对女生特别好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日常补给 就补一个心理安危嘛 我觉得很不错这个东西 然后它有非常非常多 可以解决很多妇女的那些问题 然后如果你们就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搜一下 我觉得这些 就这个东西就吃了以后 就是蛮好的 就可以预防一些问题啊什么的 所以我蛮喜欢这个东西的 好 这就是我一月份喜欢的所有东西 我都跟你们分享完了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 然后不要忘记了订阅我 好 谢谢你们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